灵魂之心 情绪的觉察 作者 盖瑞祖卡夫 琳达·弗朗西斯 翻译 阿光 第十二章 觉察当下的能量 你永远都处在当下 但是你并不总是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 当下都在继续 区别在于有意识的选择 蕴含有力量 当你能够在当下带着意识 你就可以选择力量 当你在当下没有意识 你就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就意味着被外在情境所控制 拥有创造性力量的选择 意味着你能够决定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和做什么 还有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的结果 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于当下 当你意识到当下 你就有机会进入当下所提供的所有可能 大部分的人没有意识到当下 所以对他们来说 可做出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 当他们被冒犯时 他们就会生气地喊叫或者退缩 当有人用酒精引诱他们时 他们就会喝 当他们充满嫉妒时 他们就会只关注当下 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广阔经历的一个狭小部分 那树目众多的一系列经历都包含在当下 对当下的意识让我们可以进入这一系列经历 而随着这一系列经历到来的是无数的可能性 通过研究 学习 或者思考 外在情境是不可能令人对当下变得有意识的 你对这些外在活动越是投入 你对当下的意识就越少 举个例子 当你被电脑迷住的时候 时间似乎非常快就过去了 你感觉时间好像不够用 当你还没有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时 晚饭就已经准备好了 或者就到了睡觉时间 然后你就要熬夜来做得更多 无论你的家庭作业 工作任务 或者其他把你带离当下的活动 都是一样的 你将百叶窗拉上 然后就不可能再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就像是一辆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 你所能看到的就只有眼前延展开来的轨道 而完全没有看到那不断向你显现的景色 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在景色之前 你也无法看到所有环绕着自己的外在景色 你的内在景色是你的体验的毛 它是你生活的基础 当你没有看见它就去生活时 你的生活就失去了基础 你就像风中的一片叶子 被外在情境扔来抛去 你就成了一艘无奖的船 被你生活的激流带到任何它们所去之处 不管你自己是否想要去到那里 不管日出在你看来是如何的美妙 夜空是如何的令人敬畏 或者那冲向你的海浪是如何的壮观 你的内在景色都比外在景色更加丰富 它更多样 更有意义 是你的内在景色决定了你外在景色的意义 金色的日落并不会让你充满感激 是你的内在景色导致了这个意义 当你将自己所遭遇的外在景色 错当成了你所体验到的内在景色 你就错失了关键点 关键点就是你在地球上是为了进行灵性成长 并且发挥出只有你才能够发挥的才能 这些才能不是来源于外在的世界 而是来自于你内在的最深部分 它们是你内在等待成就的潜能 就像地球里面等待发芽的种子一样 你的地球就是你的内在景色 你给予它的关注越多 你对它就越熟悉 你对它越熟悉 你就越能够看清楚 你想要种植什么 除掉什么 你的内在景色总是在改变之中 你也许会在满足之中待一小会儿 然后又会生气 忌妒 然后开心 然后再生气 在你的生命之中 你的内在景色一次又一次地向你呈现它自己 直到你的死亡 你的灵魂回家 只有你能够改变它呈现出来的内容 而前提是你意识到了它 然后你就能够在它流过自己的时候观察它 当你没有意识到它的时候 你的情绪让你欢喜 纷扰 平静 激动 它们让你害怕 舒服 或者疑惑 你的情绪是你的灵魂力量的作用场 它们不是荷尔蒙 酶和神经传导素的产物 它们是你灵魂的一部分 通过一种戏剧性和亲密的方式 来到你面前的体验 痛苦的情绪 比如说愤怒 恐惧 嫉妒和仇恨 是你对灵魂里需要治愈的部分的体验 那些滋养你的情绪 比如感恩 满足 欣赏 则是你对自己灵魂里已经治愈的部分的体验 当你随时觉察你所感受到的一切 你就在与你的灵魂进行持续的交流 学习如何去倾听并依它而行动 就是你来到地球学校的目的 意识到你的灵魂并不需要独处 特殊的饮食或者冥想 它也不需要你去学习或者参加考试 它就是于你对自己的感受的觉察 它需要你辨识出每一刻所感受到的所有一切 也就是你的能量系统在如何处理通过它的能量 要去聆听你的灵魂 跟你的交流可能非常难 有的时候甚至非常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 逃避开不去听这些交流 比待下来继续听更容易 当你的胃在受苦 你的胸在痛 或者两个都在痛苦时 要去倾听你的灵魂在说什么是很困难的 往往在这时候 大多数人会对其他人或者宠物咆哮 摔碟子 或者在愤恨之中退缩起来 垂打枕头 决定离婚 或者去购物 打开电视 找东西吃 或者做些其他转移注意力的事情 当与灵魂的交流越痛苦 想要逃避交流的冲动就越强烈 有两种基本的方法去逃避体验你的感受 第一种就是逃避到你的思想中去 人们相互评判 是因为相对于去面对他们近况中的痛苦 或者周围世界的真相 去相信别人 比要对他们的近况负责更容易 这种逃到思想里去的方法 就像在一个伤口上涂麻醉剂 伤口并不会消失 它还是需要处理的 只有一件事情会因此改变 那就是 当下你不再感觉到它 而当麻醉剂失效时 伤口还在那里 痛苦也是 练习 迷失在思想中 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探索一下 你是否会想逃到思想中 从而避免聆听与灵魂的交流 也就是感受你的情绪 你会常常想到那些曾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并且希望它们要是当下不是那样发生就好了吗 你会花时间来为未来做计划吗 或者在害怕它 你会花很多时间想 要是我的生活 怎样怎样就好了吗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 每天早上和晚上 给自己至少五分钟 去聆听灵魂与自己的交流 也就是去感受你身体有什么感觉 以及这些身体感觉在什么地方 当与你的灵魂交流的痛苦变得强烈时 你处在一个关键点上 你所面临的选择 或者是通过陶建思想和活动力 来减轻这种痛苦 或者是将你的注意力放在内在 而发现到底你的不是来自哪里 并且治疗它的起源 将自己淹没在你周围的外在环境之中 是在选择追求外在力量 而与你的内在体验待在一起 是一个追求真实力量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